生姜到底是防脱发的 还是导致脱发的 强哥我虽然比较少讲 这个生姜相关的产品 但是但凡讲到的 我发现几乎都会有人在评论区说 这个不是听说生姜会导致脱发吗 这个事了 我觉得要追溯到几年前 有这个自媒体大号 带了一波节奏 他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引用了2016年的一个论文 这个论文说 生姜中的六姜蜂 会明显抑制毛发的生长 这个跟咱们对于生姜传动意义上 是完全颠覆的 我估计做这个论文的人 都没有想过几年前 他们写的一篇小文章 能引起这么长远的传播效果 无独有我再往前推三年 还有一篇论文 它也是证明了同样的结论 这个莫菲说 咱们去菜市场要被江义军 回家洗个头 还得再被江义军吗 当然了我也看了其他论文 很轻易地就找到了另外三篇 持完全相反结论的 它就证明这个生姜是 有助于促进毛发生长 当然最有趣的是 这五篇论文 它这个研究单位中 都有同一所高校 说明这个学校 它很适合举办辩论会 而且持不同观点的论文 也都用到了这个小鼠来做实验 却呈现出不同的结果 这又奇怪了 难道这个小鼠 它长毛还是看心情 还是说要挑选一些 不熬夜的小鼠 做出来才够准确 再看这个五篇论文的标题 其实它说抑制毛发生长的 说的是六姜分 促进毛发生长的 它说的是生姜挥发油 或者直接拿生姜来榨汁 那这个六姜分 跟这个生姜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最后说到生姜到底都包含些什么成分 生姜的主要成分包括 挥发油和辛辣成分 其中辛辣成分又包括姜辣素 姜细分 姜酮 等等我又找了一篇论文 它说这个生姜中的挥发油大概占百分之三十左右 而这个总姜分的含量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多 那么六姜分只是总姜分其中的一个成分而已 那么六姜分到底含多少 我又找了一篇论文 说这个在干姜中六姜分的含量占千分之一点七一 我担心这个数字不准确 我又又又找了一篇论文 它说这个仙姜中的六姜分是千分之一点八六 干姜中是千分之三点零四 含量差不多都是千分之几 那假设这些论文都是准确的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到一个推断 这个生姜中除了六姜分以外的其他成分 在促进毛发生长方面起到的正面效果 大过于六姜分的负面效果 生姜整体还是防脱的 六姜分脱不等于生姜脱 其实你在看这两篇论文 它写的也很清楚 它就是说六姜分并没有说生姜 但是却被错误的断章取义的使用了 给这个生姜扣了一个脱发的帽子 当然这个论文本身在措辞上也容易让人误解 它写了一个六姜分是生姜的主要成分 千分之一千分之二也叫主要成分吗 所以一瓶洗发水 你既不用担心它会引起脱发 也不用担心它会预防脱发 因为含量太少了 但是还是有一些生姜的产品 它可能会加的含量会非常高 而且有些人也会尝试什么呢 就菜市场买回生姜切片以后 在头上盖章搓橡皮 这种做法呢 我们先抛开它防不防脱的问题 放到一边 里面姜辣素强烈的刺激性 你长时间往皮肤上用 也会导致其他问题 所以这种方式我并不推荐 那我们今天讨论 是不是能够还生姜一个清白的 低含量的生姜的产品 使用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 那今天的内容呢 对你有帮助的话 别忘了来个点赞转发 别忘了给强哥来个三连 感谢观看